在X战警系列电影中 突变 进化 重塑 永远是无法绕开的话题 当角色们进化出新能力时的场景 更是让人激动万分 百看不厌 先被他们一起盘点 X战警中十大变身场景 第十位 韦德·韦尔逊 他以两件事出名 剑术和嘴炮 但后来被史翠克利用 将他改造成一个 拥有多种超能力的杀人机器 比如把他的眼角膜换成了镭射眼的 在手臂内植入了艾德曼合金军刀 并且植入了金刚狼的自愈因子 加入了顺义男的能力 但他的嘴巴实在是太啰嗦 所以史翠克把嘴给他缝上了 最终得到一个怪异的产物 但他只存在于旧时间线中 第九位 政治家罗伯特·凯利 当变种人第一次出现在众人面前时 人们非常害怕这种未知的生物 于是凯利远提出一项法律 强制变种人 向害怕和不信任他们的公众 透露他们的身份和能力 这惹怒了万次亡 他抓住凯利 并将他改造成了变种人 但是这种人工突变 对凯利并不友好 最终他化成了一身清水 第八 野兽 野兽是X战警中的创始成员 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变种人之一 在X战警第一站中 我们看到早期的他 还是一个英俊少年 但他的脚掌却非常的与众不同 这让他非常自卑 虽然X教授一直在引导他 发现自身的长处 但他仍然想变成一个普通人 于是自己发明了一种血清 来抑制他的身体突变 可出世之后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 全时都发生了变化 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野兽 第七 太阳黑子 在X战警逆转未来里 我们见到了太阳黑子的能力 他的变异能力来源于太阳能 有吸收和发出太阳能量的能力 在2020年最后一部 X战警新变种人中 我们见到了年轻时的他 和大多数变种人一样 他害怕自己的能量 并且无法控制 更重要的是 他过去的悲剧 是由于他的变种引起的 这让他心理创伤持续终生 最终他的能力 在恐惧中被彻底激活 第六 魔形女 他可以变成任何他想要的人 还可以完美的模仿 他们的声音甚至指纹 神秘的变形能力 让他成为完美的秘密特工和间谍 也正因为他的这种能力 魔形女的性格和思想比较偏激 他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 他的一生都在不停的背叛和出卖别人 而且从不后悔或者道歉 有时你甚至分不清 他到底是不是反派 第五 天奇 天奇被奉为变种人的始祖 他能将自己的意识 转移到其他变种人身上 从而获取他们的能力 然而在一次转移的过程中 一些追随者背叛了天奇 并把他困在金字塔之下 一直过了几千年 他的死忠粉无意间将他唤醒 他发现 世界竟然被弱小的人类统治着 天奇随后招募了四骑士 准备建立一个只有强者生存的世界 但是他们要先打败X战警 第四 天使 意义上残酷的地下格斗 让天使的翅膀严重受损 他变得抑制消沉 整天酗酒度日 天奇找到他 并且让他进化出了金属翅膀 这让他重获新生 也变得更加强大 他成为了天奇的追随者 天奇四骑士之一 但是强大的转化 往往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比如第三名死士 在新的时间线中 威尔逊即将死于癌症 唯一可以挽救的方法 就是参加一个秘密实验 在经历了痛苦的实验之后 他不但占上了癌症 而且还获得了不死之身 但他意识到 自己已经严重毁容 幸幸的是 他的嘴巴并没有受到影响 靠着大尺度嘴炮 此事成为了有史以来 最成功的超级英雄电影之一 第二 黑凤凰 2019年的黑凤凰 时机2006年 X战警被水一战之后 第二部将黑凤凰 搬上大萤幕的电影 这部电影展示了 秦格雷是如何获得能力 并且变成极其强大的黑凤凰 这一次秦不再害怕 他已经可以完全掌控 这种黑暗力量 最后其与外星人 同归于剑的时候 成为整部电影中 最令人难忘的场景之一 第一 金刚狼 X战警宇宙最重要 最受欢迎的角色之一 在金刚狼一中 他以为剑之虎 杀掉了他的女友 为了干掉剑尸虎 金刚狼接受了 史翠克博士的改造实验 把艾德曼合金 诸如体内与骨骼融合 靠着强大的再生能力 金刚狼活了下来 人家有了新的艾德曼合金骨骼 从此狼鼠变得势不可挡 但是后来才知道 这一切都是史翠克博士的计谋 而金刚狼 其实是史翠克博士 改造的第十号武器 此事是第十一号武器 那么问题来了 你还知道史翠克 其他的改造武器项目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